在现代科技帮了大忙 最新研发的家用型金子检测晶片 让男士们可以自行检验金子的数量跟涌动率 既方便又可以保有隐私 数量少几乎没有活动力 这样的金子受孕率极低 相反的如果数量多 涌动率也高 受孕的机会大大增加 以往这样的检测必须到诊所采集检体 让很多男性却步 现在一届学界合作 研发出检疫式的检测晶片 可以在家检验 所以在家里比较隐秘的方式 可以很自由地知道 他自己金子的一个情况如何 男性知道他自己金子的品质是如何 当然是有助于怀孕 只要在采集检体后 以滴管滴在晶片上 等待10分钟就能取得 金子数量与金虫涌动率 数字化呈现 让夫妻掌握短期间是否适合受孕 虽然兼具隐秘与便利 不过医师也提醒 不孕的原因有很多种 就算测出金虫数量够 涌动率也高 还是有不孕的可能 建议夫妻还是要一起到医院做检查 5到7对就会有一对 是有不孕症的现象 金子要跟卵子受精的话 还是有很多因素存在 比如说甚至有些 女生她体内会产生对抗金子的抗体 而研发团队也表示 现代人普遍晚婚 未来男性也可以透过金子检验晶片 掌握自己的身体状况 甚至在年轻的时候就将金子储备起来 这项产品最快在2011年可以上市 预计售价会在500元左右 记者薛家庭之间